欢迎您每周三晚间八点准时收看由台湾珠宝艺术学院为您制作的珠宝线上教室 我是卢春雄 大家好 我们之前曾经有做过一个系列的节目 珠宝首饰艺术史 那这个项目我们总共列了七点 我认为还有一个未来珠宝值得我们探讨 毕竟我们的发展在未来 所以如果能够预见未来 等于我们能够掌握了先机 那过去的我们曾经探讨过史前饰品 然后古董珠宝 这个就是复古珠宝 还有那个服装首饰 现代珠宝首饰 以及当代首饰 还有时装首饰 fashion jewelry这几个项目 那未来珠宝呢 我认为我个人的浅见立体首饰 因为硬金结构层级层次正在兴起 大家开始玩这样的一个珠宝首饰的一个造型艺术 那为什么立体需要被放大或者是再重新强调一次呢 这个就很值得大家来重新认识它 其实珠宝首饰如果用那个定义上 它绝对是不折不扣的立体 每一颗石头都是非常立体的 那问题呢 珠宝首饰啊 因为有什么项链戒指 胸针耳环各种不同的形式 那其中以戒指的立体感是最绝对的 那也就是360度我们都可以看到它 其次呢就是耳饰或者是胸针里面 有其他的一两种的类似 其他呢则是因为为了要配 身体要佩戴展现 所以就趋向于服贴 箱形就比较显得不那么的立体了 讲到立体度 我们一定要引用雕塑的观念来解读 一般我们在讲雕塑 就会有所谓的圆雕 360度可以环绕观赏它的 再来就是浮雕 就是180度可以环观它 意思就是它这个东西永远跟背景黏在一起 当然会有所谓的薄弧雕或者高弧雕 就是会有特别的一个变化 再来一个就是平雕 它就是有凹凸鞋 最典型的就是像印章 没关系 等一下再来介绍给大家凸出来凹下去 然后就再来就是这个鞋雕的一个形式 那立体雕塑其实它是展现于环境空间之中 那珠宝手势虽然是立体的一个物质没有错 那它是穿戴在人体身上 或者搭钩配挂在服装 或者是那个什么一些其他配件上面 比如围巾帽子 这两种的表现形式 人有所差异 跟那个雕塑纯粹展现在空间环境之中的 还是有点不一样 那你看嘛 戒指它就是绝对的立体 绝对的立体 胸针也有这种立体型的 胸针也有这种立体型的 那你看嘛像这样的立体型 它就可能体积相对的也就比较 分量比较够一点 所以可能直接配挂在胸前不见得很适合 那耳环呢也是很常见的立体的一个形式 当所有东西立体的时候 它就会有干嘛 立体空间的变化 甚至会有正面背面还有中间也就是我们对于高度产生出来的一个变化 你看嘛像这件首饰呢 它是戒指跟腕式的一个相结合 然后就可以利用这个戒指跟那个手腕之间 手指跟手腕之间的那个手掌吧 在上面做出很多的一个造型 那那个就是立雕也就是原雕的一种说法 另外一种叫做浮雕基本上就是跟背景一直维持关系的 像这一件作品是黄土水的水牛群图 那个台湾很知名的那个日志时期的雕作家 非常知名的 再来就是平雕 平雕呢就是像阴桑一样 又是凹下去突出来 甚至也有斜雕 那很多人说那个斜雕不就是浮雕吗 其实不太一样 因为那个浮雕的那个颈身 有不一致 那斜雕的颈身基本上比较一致 看起来比较 比较还是有一些纤维的一个差异 那那个斜雕就很容易出现在我们很多那个珠宝手势的背面 作为秤底纹的一种形式 像这个Fangglyph的手表是这个样子的 那为什么忽然间要把珠宝手势的立体拿来探讨呢 因为狭义的珠宝细子运用贵金属结合宝石 并注重其表面质感制作成功能 佩戴使用的一些什么功能性物件 那这是我们笼统地对珠宝手势的一个定义 那意味着我们就是用什么黄金加薄金呢 然后干嘛 把它那个把有机跟无机的宝石 象牵起来制作成项链戒指 胸针耳环手链这样的一个形式 那问题来了 过去支撑整个手势的主要都是靠什么 靠贵金属 那其中以黄金为主体 因为黄金的硬度只有2.5 根本称不起这个场面 如果你用黄金去象牵宝石 基本上用手指就可以干嘛 把那个箱爪掰开 宝石就会不翼而飞 那即便伯金的硬度有到4到4.5 其实还是不够硬的 那可是已经好很多了 那可是如果你 那箱牵宝石是没有问题 可是如果你要作为 它的一个整个手势造型立体的一个结构 恐怕还是有问题的 那最近呢 我们开始大量的珠宝艺术家 它将钛元素引入 因为钛的硬度就有到6 这是非常硬的 结构非常好 而且它还有一个优点 它的比重非常低 意思就是你用了很多的材料 它还是很轻的 那像黄金的比重就19.34 柏金的比重却有21.4 哇 那个钛只有4.5而已 而且它还有一个氧化膜的发射处理 让上面的色彩有很丰富的一个变化 而且这个发射膜 它的本质还比钛这个元素还要强 那因此很多人就用了钛这个元素 去做了很多的手势 像这一件作品是台湾的珠宝工艺家 蔡安和先生的作品 讲到那个泰 讲到那个 就我很不由自主的 就一定要把那个 我们东方的大师 陈士英先生 这个请出来 来介绍一下 那陈士英大师 按理讲 我应该用珠宝雕塑家来形容他 而不能说他是一个珠宝设计师 当然他今天如果用珠宝雕塑家 珠宝艺术家来赞美他 形容他当之无愧 他不仅懂得洋雕 也就是刻画立体突出的造型 他甚至还懂得音雕 音雕又称之为反雕 是应用逆向思维刻画造型 形同内凹的模际观念 然后就可以产生 那个突出的立体模型的一个逻辑 那利用那个宝石的透明度 我们一样可以看见他雕刻的东西的一个立体的一个显像 那大家来看一下 因为他显用了很多钛的元素 所以他做的东西尤其立体 尤其立体 所以他在立体也是表现雕塑很重要的一个概念 刚就有跟各位报告过圆雕平雕浮雕这样的一个形式 你看他在石头下面还有镶嵌的一块石头 那你由此可见 这颗石头被他拖得很高 当他拖得很高 他就会产生中间的一个层级层次的一个变化 大家有没有仔细看一下 此外呢 因为他应用的那个钛金属很硬 所以不容易变形 过往如果像这样这条鱼啊 用这种方式来做的话 那恐怕很容易就扭曲变形了 那大家来看一下他做的戒指 你看嘛 这一个绿色的宝石 因为我没有看过食品 我也不能随便的断言 可能是竹母绿啦 可是因为很干净的关系 你看嘛 这条白色的 有没有一颗石头斜斜的铺设进来 那你看嘛 这个黄色的这 红色的这颗石头啊 他就干嘛 他就那个卡在这上面 这就是如果你突出来 高出来 你就会有的多出来的空间 去作为你层级层次的表现 大家有没有看一下 像这个蓝色的宝石下面 还有一块绿色的宝石砍在下面 这个形成很特别的地方 那这个蓝宝呢 比较特别的是石头镶着石头 石镶石的一个工艺 然后这个蓝宝石下面呢 也有在镶嵌的命定镶 也就是这颗蓝宝石 基本上是悬浮在空中的 那这就是代表这个造型本身是很立体的 才能够做出这样的一个变化 那也有很多人就是改变了传统的我们使用的K金 也就是以黄金为主体的金属 正在这里面加了菇这个元素 菇就是青花石里面那个蓝色的那个菇料 那那个它是有效提升那个贵金属硬化很重要的元素 你看嘛像这个金属硬的 它就可以做得很立体翻面 那所谓的硬度呢 就是指表面受磨刮花的程度 韧度是指变壮极碎裂成两个 否则是碎成一堆的一个程度 所以呢其实诚实说啦 也务实的告诉说 炉实的告诉各位 台湾整体的珠宝首饰的K金 其实用的都太软了 那硬有一个好处 你说用了十年 它还能够干嘛 一成不变的维持住 像这个是LV他们做出来的一个造型 其实也是很讲究立体形态的一个概念 那台湾还有一个珠宝艺术家 那个辛迪照我也要特别来提他一下 那为了创化立体 有的时候直接用金属工艺来展现 也不见得很容易 所以在那个蜡雕上面的应用 就非常的广泛 那这个辛迪照 绝对是当中里面的翘楚 跟最佳的一个代表 他的作品呢 做了立体以后 那就会有面临一个问题 背面你要不要处理 所以他的作品基本上没有什么 正面背面侧面的每一面 都是最完美的那一面 所以对他的 对我而言 辛迪照的作品 他应该就是正面背面侧面 上面下面前面后面 全部都是干嘛 面面俱到 这也是立体化以后会产生的一个现象 那这是JAR的一个作品 他也是非常重视 立体化的一个形式 那我觉得由于在金属上面的一个选择 调配上面 K金的调配上面的一个配料 补口的一个选择 然后钛金属的一个加入 包括人类的科技 很多设备机器 CNC起床 其实全部都大幅度的在进步 连反格力普他们都有做出那种立体的隐秘式镶嵌 如果大家有去看那个大美不言的话 它里面有个Cherry 就是用银豪 就是用这样的一个方式来乡签的 以上就是我为大家介绍的未来珠宝 我们今天为大家主讲的就是珠宝所思 未来可能会有一波很多人在诠释立体化 这个是有别于过往的一个做法 我始终相信拥有专业就能够成就事业 我们竭尽所能的将珠宝专业知识 比如像珠宝设计 珠宝工艺 珠宝营销 这些专业知识给科学化 系统化 生活化 艺术化 希望透过线上 透过实体课程 透过面授 寒授 或者是透过这些出版品 透过演讲活动 就是要让大家有机会 有更快速的掌握关键要素 那我们这周五会有一个系列性的专题讲座 就是认识国际珠宝展会 那你知道珠宝展在干什么 应该如何去欣赏一个珠宝展 国际上有哪一些指标型的珠宝展会 就个一次的介绍给大家 我们同时也是珠宝献上课程 台湾第一个推行的一个单位 那当然这个跟那个好好 那大家可以去观摩一下 同时呢我们也有成立了一个 一条龙的珠宝制造团队 主要的是为珠宝同业做代工 我们不希望自己 沦为一个纯粹的学术组织 为什么 因为知识技术一直在进步 我们希望透过我们的制造 能够以食共进 然后掌握市场的最新脉络 也欢迎大家有什么制造上面的需求 需要代工需要设计 可以委托我们来服务 我们也欢迎您免费加入 我们的珠宝参赛群術 最近有一个IGI珠宝设计比赛 它是魔法森林之礼活动即将在1月30号 截稿这个一定是国际上非常具有指标性意义的一个大型的赛事 鼓励大家踊跃的为台湾争取荣耀 同时在5月20号会有一个招金银楼碑第九届黄金珠宝首次赛机大战 我们的办公室已经迁移到松江路5号 如果您有路过的话 欢迎您立林指导 然后来交流一下 我也很乐意为大家奉茶 以上就是我们今天为大家介绍的节目 希望您每周三晚间8点准时收看我们的节目 并给我们按赞分享订阅 开启小铃铛 我是卢春雄 谢谢您 拜拜 我们下周见